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 历代能工巧匠和先贤创造了精美绝伦的杰作 遗憾的是 其中许多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剩下的更是弥足珍贵 众多专家学者很难从这些海量国宝中挑选出最稀有的 在国家人文历史期刊牵头下 来自故宫 清华 国博等单位的数名专家 最终选定了九件一级文物 它们就是大家熟悉的九大镇国之宝 分别太阳神鸟金式 西州厉鬼 秦始古文壁画 孙子兵法竹简 陆基平复贴 寒晃五牛图 珍珠设立宝状 并摇海尔枕和独山大玉海 这九件宝物中 只有一件书法 它就是陆基的平复贴 完整内容请到我的主页观看 关注我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